台湾纺织成衣产业国际竞争力名闻全世界 其中尤其与人造纤维产品傲视全球纺织市场 多年来人造纤维产品本居优异的发展基础 加上流行性布料开发与服装设计的经验与能力 提供了国际买主技能性纺织材质的全面性解决方案 而各项新科技的兴起与环境的产生 新需求也使得我国纺织成衣业持续投入创新研发 开创出产业的新蓝海 辅仁大学织品服装学系 看见了市场上的转变及需求 以后时的文化底蕴为基础 提出前瞻的全球永续发展方向 成为织品服装的先驱领导者 织品系的成立 它是在1970年成立的 在那个时候 纺织成衣业正式辉煌腾达的时候 所以它对人才非常需求 因为时代的变动 整个竞争非常激烈 再加上科技的变革 所以我们如果单单只有从设计端下去的话 是不够的 那我们今年也从事了课程的改革 然后成立了叫做全球永续发展中心 我们的发明人黄英佳老师 他在2016、2017年的时候 他就接了这个新北市艾斯上的这个机能性的纺织展览 所以连续做了两年 那也累积了不少的知识跟经验 像这种设计我相信它也可以延伸到其他弱势的族群 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再来做设计 所以我觉得它的发展是非常无限的 主要我们用到了三种技术 第一个是我的那个发明专利的雕塑模型服装方法 那可以打出非常高和声度跟高舒适度 可以连续穿达到12小时的智慧衣 第二个部分是我们跟唐市政基金会合作 我个人认为其实不止这一些知识的学习 因为知识的学习 其实它也有可能慢慢的因为科技的进展 然后会有一些变化 所以我后来慢慢觉得这十年来 觉得应该去思考另外一个教育的目标 跟一些理念 那这些目标跟理念呢 我们后来就慢慢就延伸到 怎么样来提高我们学生的一些 个人的一些能力 进而我们希望能够关怀整个社会 能够关怀整个不同的族群的人 一直到1994年的时候才成立这个中华服饰化的中心 我们的传统服饰的收藏已经到了一万件 那这些资源我们就很希望我们同学在学习服装设计 或是在做创新的时候 可以同时了解到说怎么把传统的文化资源运用到设计上面 文化的因素是一个设计师非常重要的养分 所以这也是我们成立服饰化中心的最重要的一个起心动念的地方 去年我们跟高龄文教基金会的一个合作机会 让我们有机会去邀请到产业界各个领域的专家 来分享他们的经验 让同学们有机会就是从不同的面向去思考 如何来参与这一个永续时尚这样的一个角色 基本上除了跟国内结合以外 我们还会跟国外结合 邀请他们进来一起参与 那我们平常也是会邀请专家来我们学校 开工作房或是演讲 或是交换他们现在最新研究的方向是在哪里 然后从那边得到我们未来可以发展或修正的方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